其實在開車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已經完全沒有意志 沒有辦法去好好駕駛了 但他無所謂很放任他的這種心態 等於說就算撞死人了 也無所謂的這種心態 會被認為說 他是有一個不確定的殺人故意 因為他的久冊值已經高達1.24 其實已經非常離譜了 你很難說你不知道 會造成路上行人死亡 或是受傷的結果 而因此有相當大的可能會認為說 他是有一個不確定的殺人故意 而用殺人罪去做一個處罰 高校皇系男子酒駕撞上一家4口 37歲的媽媽傷重死亡 而且這已經是他第三度酒駕被逮到 我們一般的這個酒駕致死 大體上有三種不同的處罰 按照我們現在刑法的規定 一般的酒駕致死的話 大概就是3年到10年有期徒刑 如果你是在5年內酒駕 而且第二次你現在又酒駕 5年內再犯而且至人於死的話 他會大幅提高他的刑度 有可能可以判到這個5年以上 甚至5期徒刑這麼重 其實跟故意殺人差不了多少 那第三種就是 其實在開車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已經完全沒有意志 沒有辦法去好好駕駛了 但他無所謂很放任他的這種心態 等於說就算撞死人了 也無所謂的這種心態 會被認為說 他是有一個不確定的殺人故意 如果構成殺人罪的話 那他就是變成10年以上 甚至死刑或無期徒刑這麼嚴重的犯罪 因為他的酒測值已經高大了1.24 其實這已經非常離譜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也不是第一次 那雖然他前兩次是在民國95年跟98年 當然已經不在5年內了 沒有適用那5年內再加重其刑的規定 但是可以想像是說 他是一個有喝酒習慣 而且還會去開車的人 因此他對於他自己酒後的這個駕車狀況 或精神狀況 其實不能說不知道 那跟我們一般人來比的話 就會變成說 你也知道你喝酒 你會開車 開車會造勢 造勢 你還要繼續開 而且在喝得這麼醉的情況底下去開車 你很難說你不知道會造成路上行人死亡 或是受傷的結果 而因此有相當大的可能會認為說 他是有一個不確定的殺人故意 而用殺人罪去做一個這個處罰 其實酒駕造勢 他最重其實等同就是 他就是殺人罪 就刑罰的處罰而言 這個已經算是很重的 我個人是認為說 用刑罰來處罰 其實某程度已經 幾乎到極限了 那也就是說 他跟其他的一般犯罪 其實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犯罪是 可以完全取盡於零 會根治 那可能還要多從一些教育上面 或宣導上面去著手 那當然刑罰的處罰上面 有沒有其他的配套的措施 譬如說之前有說 要呼吸要用酒精鎖 那甚至還有說要用鞭刑 還是什麼樣的方式 也許多少都可以 逐步的降低酒駕造勢的 這樣的比例 但是你說要把它消滅到零 站在人類的犯罪的這個文明上面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我們這邊的經驗來看 酒駕造勢這種案例 當然其實死亡的 在整個台灣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那麼多 大部分其實都是受傷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就被害人這邊的立場來看 譬如說很情傷 什麼樣子的 那被告如果他很有誠意的 可以道歉 可以跟你和解 願意提供賠償 其實往往被害人這邊 其實都會願意跟他和解 那和解當然對於被告也是一個 他之後能夠判刑 能夠減輕 或是在良情上面來重新來良處 一個很有利的一個條件 那當然相對如果今天是比較嚴重的傷害 譬如說一道重傷了 其實被害人的家屬 他們本身其實往往就不是 錢能夠彌補的 也就是說你結果再多錢 也沒有辦法彌補今天這個悲劇的發生 那怎麼辦 那就是一口氣的問題 而且家屬他們的情緒上面 可以想像就一定都是非常的激動 或是說有點創傷症候群 你只要觸碰這個話題 他可能就是會變得比較 情緒上就變得很不穩定 那當然隨著時間的這個經過 當然這個案子可能一審二審 時間可以化解他們一些 情緒上面的一些不滿 再來就是說 可能一審二審三審都過了兩年了 三年了 被告非常有誠意的 也許也可以感動到家屬 那最後達成和解也是有可能的 那都需要時間來證明 最後一個崩潰是給所有的 đị嬸 還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